在光明日报 光明智库 今天举办的研讨会上 多位专家表示 美方一些人近期频频升级贸易摩擦 给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 造成了严重影响 面对美方一些人的极限施压 中国有底气 理性 自信应对 专家们认为 近期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 汇率操纵国这个标签 就是美方一些人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对中方施压的一个工具 主要可能还是出于它自身的 一个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考量 这种随意任性的 体现它一个单边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完全是 不顾客观现实是完全错误的 无端指责别人的同时 美方一些人却蓄意挑起多轮贸易战 专家认为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给全球经济秩序 制造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当前影响全球经济 最大的潜在风险 就是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现在看来 它这种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 有升级的趋势 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专家们一致认为 贸易战没有赢家 面对美方一些人的极限失残 中国完全有底气 自信应对 一方面我们扩大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国际市场是多元化 那么这样我们市场的选择面更宽 我们的基本面还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上半年经济增速6.3% 比全球的水平高了三个百分点 也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以我们经济基本面比较好 有韧性 有弹性 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有信心 感谢观看